我们都说电影人用作品反映现实 就是回馈观众的一个好方法 比如说春节荡影片深海 让不少人颇受感动 昨天的影片发布一支特辑 很多观众都对影片女主角 深秀的心境深有共鸣 我和深秀是一样的 他有个弟弟我也有个弟弟 当姐姐的得懂事啊 就不能让这带弟弟 因为他也比较小嘛 所以爸爸妈妈其实比较喜欢管他的 他们也经常说 他的弟弟应该让着他 不少家长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表示 会更关心孩子的心理状态 到场观影的还有心理咨询师 和精神科医生 他们也接电影呼吁社会各界 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现在的家长带孩子去咨询 他只带孩子来一次或者两次 原因是什么 我们指导师的一句话就是 首先你要做出改变 他就不来了 因为知道自己做不到 你没什么事 你就多消息 自然就会好起来的 爸 我知道了 全国的儿童心理理事 也就三倍 我两一多的儿童来讲 这个单子很重 再次谢谢片道 通过电影的传播 得到社会的关注 儿童和青少年正在经历 个体生长和心理发育的重要阶段 深海用动画电影的形式 呈现了一个孩子敏感 需要呵护的内心 相信能够推动更多人 正确认识心理问题 共同为孩子们塑造一个和谐温暖的 家庭和社会环境 我去找到这些人的家庭和谐温暖的 我去找到这些人的家庭和谐温暖的